booking ID 记得 一定要先建立起来 这个一定要做 而且里面绝对 不能够有一点点的错误 不然的话你后面这个BOX也会跟着错误 会出现 理论上应该会出现紧NA吧 紧出现紧NA的话 那表示你要检查一下 你的公式有没有错误 表示他查不到 所以理论上你的前面的一定要做对 后面才不会紧NA 之前蛮多同学都是出现错误 那你检查一下 你公式有没有做错 那再来的话就RUN NUMBER RUN NUMBER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他应该在这个总表里面的第 F应该第6吧 OK 所以你就是一样的道理 把刚刚的公式 这个公式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取消之后把它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那只要改一个 蓝数本来是第8蓝 改成第6蓝就可以了 第6蓝就RUN NUMBER OK 就有了 向下减满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 我要住几晚 不是几天 所以直接把CHECK OUT日期 减掉CHECK IN日期 不用加1 加1的话变几天 OK 所以呢 如果我要算他住几晚的话 那我接下来就是第一个先抓到他第几蓝 1的话是第5蓝 那再减掉第4蓝的资料 就OK了 像就OK 因为日期其实 它背后其实就是一个数字 我前面讲过嘛 右键除了格式 那为什么它可以看起来像这个日期的格式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上面有这个吧 日期格式 如果你把它改为通用的话 那你会发现 它就变成一个数字了 有没有 距离1900年的1月1号 相差几天 那你会发现 这个是相差 39821天 有没有 那这个是19 19 那如果两相减的话 刚好就相差两天 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它背后 就是一个数字 那我直接把它拿来做计算好了 所以这个第5 减掉第4 那公司的话很简单 直接拿刚刚的公司再贴一下 然后呢 把这边改成 第5蓝 就是它checkout日期 再减掉它checkout日期 减掉的话再贴一次 那会多一个等号 把这个等号拿掉一下 然后这边改成4 这样就OK了 算完应该就是 它住几晚 那因为计价是以几晚来计算 所以price的话就计 price的话 这边可能会需要什么 它的id的前三个字 有没有 它的缩写加一杠 然后再去串它的roon number 所以这个前三个字 再去串roon number 再去查询 所以变成可能要三个动作 我们第一个动作是 取得booking id 的前三个字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文字里面的laps函数 所以你用laps 前laps 这个编号里面的前三个字 有没有 g1- OK 然后呢 再end一个什么呢 它的roon number end的roon number 就是这个 它的 这个 这个防号 出现就这样 那透过它去哪边查呢 去公式的名称管理员 里面有一个名称叫laps 这个 你点这边 它这个缩写加防号 后面就是它的多少钱嘛 所以你会发现 一定是栏位名称 两栏对不对 然后记得你要查的一定是要在第一栏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 如果假设它不是第一栏的话 而且你给它的资料也不对 根本查不到 所以我发现 大部分同学问的问题都是这个地方出问题 要不就是你要查的不在第一栏 要不就是你要查的资料 它根本就长得跟它不一样 那你怎么查 绝对查不到 所以资料正规化这个很重要 我发现很多人问题都是出现在 在对于资料 它没有一个正规化的过程 随便放 随便放就完蛋了 OK 放得很随性 放得很开心 最后痛苦的是要整理的那个人 OK 所以很多要叫你整理资料 通常那个人很快就离职了 哇 天哪 这什么东西 对啊 光看就觉得 老板说你要把它整理成有序哦 天哪 这实在是太复杂 OK 所以记得以后不要想太复杂 反正上面就栏位名称 下面就放资料 就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规则之后的话 我就把这个 再把公式剪下来 在那边用什么呢 查入函数用V函数去查 所以最近使用过那个V函数 那因为我刚刚已经把那个公式组出来了 有没有 这个嘛 就是他要查的这样的一个格式 去哪边查呢 F3 去那个刚刚跟各位讲的叫lookup price 这个表格里面查 有没有 这个表格就是第一栏就是像它一样的 一个饭店的缩写加上防号 有没有 饭店缩写一杠加防号 然后后面第二栏的话就是多少钱 那我要把多少钱第二栏带回来 所以输入2 然后要不要找接近的不要 就输入0 OK 好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饭店的这个防号 它一个晚上要3800 然后按确定 那其他向下填满应该都会查到了 OK 假设法如果假设有些查不到你查错的话 那你可能再check一下 看看这个资料对不对 好 诶 这样就快很多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 假设你查不到怎么办 除法链钢自己想办法慢慢查 那就大问题了 OK 那amount的总计多少钱 就是把这个乘这个就OK了 所以等于 这个集碗乘上它的价钱 那就是总total的价钱 就这么多钱 OK 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好 好像这个价钱 最近好像这个 台湾的饭店现在太贵了 所以 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在外面去订房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把总价给查出来 那最后的话 当然我是希望说 如果旁边我希望在做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就是说呢 可以把刚刚的这个范围资料给清掉 因为像刚刚我们是产生B到F栏的这几个栏位公式 那如果我想要复习一下上个礼拜的那个清除 所以你想到清除 记得因为它这个连续范围啊 所以你只要写一个什么 从B2到F的最下 所以F control向下 当然因为如果范围是固定的话 你就输入225 可是如果不是的话你要向下追踪 有没有 然后等于空的 记得这个要用Range 所以如果我希望呢 等一下帮我写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清除 把这边资料清掉 第二个的话就是再帮我把这个公式 再重新输入到这几个栏位里面的话 怎么说 这复习上个礼拜一模一样 类似的只是换个地方而已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